印尼疫情急剧恶化 自12号起曲线上行 最新单日确诊已达14000多例 创下单日最高确诊记录 目前当地的新冠疫苗接种作业 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尽管不少医生对当地核准的 中国科兴生物疫苗有疑虑 当地许多社交媒体名人人带头施打 判鼓励全民尽快接种 马来西亚疫情曲线飙高 过去24小时之内就新增4029例确诊 不仅比前一天新增近800例确诊 也是单日新增病例首次超过4000例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当局在多地实行行动管制令 禁止婚礼、会议、节日庆祝等聚集活动 而北部的吉兰丹州因病例快速增加 也被列入行动管制令的地区名单中 日本疫情严峻 近几天单日新增确诊均超过7000例 包含最新通报的单日7014例染疫苏 齐玉县的滬田中央综合医院发生群聚感染 截至14号已知住院病患与职员共310人确诊 其中31人死亡 目前齐玉县政府正在调查院内感染扩大的原因 南韩疫情曲线下探 连续数天单日新增病例维持在500多例 当局通报最新单日确诊达520例 分析认为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减少 可能与周末检测量较少有关 不过去年南韩爆发第一波疫情之后 失业人口大幅增加 根据南韩统计厅数字 去年失业率达4% 创2001年以来最高水准 中国近5天新增人数标破百例 不过近日单日染疫数字15号之后略为下滑 最新单日新增病例达109例 其中本土病例有96例 河北占72例 河北省南公市疫情恶化宣布封城 宣传部并做出公告 即刻实行最严厉的封控措施 人员一律不许流动 所有居民严禁出户 情结严重者追究刑事责任 印度疫情控制得当 近日单日确诊均压在2万例以下 当局通报最新染疫数也仅达1万5千多例 印度16号展开世界最大规模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但网络流传各种疫苗假消息 引发民众担忧 种种因素使得疫苗计划挑战难度更高 美国疫情曲线略有下滑 最新通报单日新增20万2千多例确诊 比前一天减少4万多例 但曲线人处高点 美国志安NBA迷尼苏纳会浪队 25岁的强力前锋汤斯 证实确诊新冠肺炎 在此之前 她的母亲以及其他6名亲戚已先后染疫丧命 英国前一天单日新增病患飙高达5万多例 不过当局通报 过去24小时之内新增4万多例 新增确诊数下滑1万6千多例 值得注意的是 单日新增病故数为1295例 创下历来单日第三高 英国政府表示 英国今年6月将举办其他工业国集团高峰会 预料全球如何因应新冠疫情以及气候变迁 将是讨论重点 法国疫情曲线起伏不大 近日单日确诊均在2万例上下 而当局通报过去24小时之内 新增确诊2万1千多例 法国全国各地的城镇几乎都空荡荡 为了遵守全国性宵禁 居民待在家中 商店也关门 防止新冠病毒扩散 德国疫情曲线自14号的2万多例下滑 最新单日确诊来到1万4千多例 不过目前德国已发现 来自英国和南非的变种病毒株 今晚只有零星案例 当局仍表示 有必要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西班牙疫情曲线暴冲 16号单日确诊达4万多例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当局尚未更新过去24小时数据 面对感染人数激增 多个自治区表示 将继续收紧防疫措施 部分地区还向中央政府发出请求 希望发出居家隔离令许可 以更为限制人口流动